我們有把程式放在雲端白板第10頁 也就是說讀取的話記得用Readize 然後再利用一個迴圈 迴圈範圍的話就是0到11 11是STOP 就是0到10 然後去掉尾巴的換行就是用STRIP OK 那最後的話呢假如說我們最後的需求 不是要 剛剛是這個前10個會員 那如果說我要前10個會員裡面的 兩個欄位因為有5個欄位 我要只取什麼 姓名跟手機 這兩個欄位的話 那我該怎麼做 OK所以剛剛的話是 取那個 那個欄位的話呢裡面有5個欄位 可是我不要全部欄位啊我要姓名跟手機就好了 那這個地方 該怎麼做 我不要全部 所以這個地方勢必會需要做一件事情 因為如果你今天假設 你未來其實大部分資料都從網路啦 從資料庫啊其實形式大概就會長這樣子啦 其實我想 資料量喔一定是相當的 龐大跟複雜 所以喔你還是需要 了解說如何去切割資料 那切割資料我講過啦 其實前面有用過一定要Splitter 有沒有 Splitter就有點像資料剖析把它切割開來 那切割開來之後他就把這個切割開來的資料呢放在一個串列裡面 所以4B的話 切割完之後 然後 他就是幫我放在一個串列 串列編號一定這個是0 這個是1 一直在推 所以總共的話有 5個資料他就編號0到4 那我只需要1跟4的資料 所以那我就取1跟4就好 所以要怎麼做 首先的話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的話也許我剛剛 我也用那個剛剛語音端放了Strip 我用Strip這樣比較統一 用Strip然後這邊的話呢就是 反斜線N OK 好那再來的話呢我只要 所以喔取過來 然後切 再來的話就是要再切割 所以再切割怎麼切割 這個print的話呢 那我就直接拿這個 特別是要再切割的話 拿這個資料所以不是print 是拿他來切割 切割完之後呢 把它放在另外一個list 另外一個串列 叫list2好了 好 那切割的話呢就是什麼 把這個資料 就是像這樣的 一個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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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 切割的話叫什麼 Strip 跟著一下 Sprits 剛好用到 然後按照什麼東西切呢 按照豆點 因為他剛好中間是豆點隔開 好 那這個時候的話呢他就幫我把 這一筆資料 切開來 放在list2 嘿 那我只需要呢 他裡面的 第什麼呢 第 姓名的話是第2個 跟第5個 所以我這邊print 那我只需要什麼 第2個 那就list2 裡面的 中瓜糊 裡面的編號是1的 那就是姓名 再來呢串接 中間的話也許我們就加一個什麼 加個豆點 把豆點加回去 然後呢 再抓 手機 手機是第4個 跟著講第5個啦 這編號是4 在這邊把它改成4 也就是說先抓姓名 再抓手機 抓姓名 再抓...中間的資料就不抓 OK 好 這樣的話呢 理論上我們程式 就寫完了 OK其實就是多一個什麼 list2 再把它串接回去 那我們來試試看喔 執行一下 你會發現喔 姓名 手機 他的姓名 他的手機 那也是前10個 沒問題 OK 所以你會發現 這個地方喔如果你還要再切割藍的話 那就可以再什麼 再用split切割 OK 所以特別注意喔我剛剛改的部分喔 第一個 是 在原來的這個 程式後面加一個 Sprits 有點像資料剖析 剖析完的東西呢 幫我放在list2 這個有點像是我切割 完之後喔 原來是 用split切的話他會把這個資料 切開來 然後取1就是取這個 取4就是取這個 有沒有那其他要不要取其他不取 中間加豆點 所以呢 如果用這個方式做完之後執行 的結果 就會長這樣 OK那如果假設 我們只需要這樣的資料那就大功 告成的 OK 那 當然呢最後啦因為你會發現現在我們是讀取喔 可是如果你要把它寫出去變一個檔案有點像存檔 有點像這個資料 存起來的話 那其實還有一個簡單的方法 就是把r r是read的 該聲w就寫出去了 不過因為今天時間的關係喔 這個後面我們再來看喔 所以喔今天的重點喔基本上我們又延伸到那個檔案的讀取喔 串列跟檔案 OK喔 所以啦回去假這個越來越重要因為其實 未來在工作上的應用喔這些都會 經常 被使用到喔 那當然也需要前面的基礎啦所以如果假設 如果今天你對於這個部分不太 熟悉的話 沒關係啦反正你多演練幾遍慢慢就清楚了 那下一次上課的話 基本上呢我們就會再來看資料庫的部分 資料庫的應用那就更更 更加的重要了 因為一個程式裡面如果沒有資料庫喔 那等於你 你等於沒有學會真的程式啦 因為資料庫喔基本上還是最最最重要的 應該要把資料存下來 OK 那我想今天的話喔因為時間也差不多了喔 不然的話我們今天呢就 先 講到第五個單元 的檔案讀取 最後我們下一次再來看檔案 的寫入吧 那其他還有相關的一些練習題 我想回去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喔 就是再多練習啦最終還是練習 OK 同學有問那個佑山問到說有沒有辦法把兩個檔案 某一個欄位 兩個 欄位 如果要做檔案合併是OK的沒有問題 那欄位就是一樣的道理就是把 兩個欄位的那個就是兩個檔案的欄位 把它抓出來 那當然一定也沒問題啦 只是細節部分喔 怎麼做也許下一次上課 我會再談到喔怎麼樣把不同 檔案做合併喔 會講到檔案合併跟分割嗎 不過喔 可能還是要有心理準備喔 會可能越來越複雜喔 所以請各位回去喔 把那個今天的部分 務必要熟悉喔 不然的話你後面應該會 更辛苦啦 OK 不然今天的話也許我們課程 就先到這 剛剛佑山問的問題是沒有問題 下一次也許我們就會講到了 檔案的合併 跟分割喔 OK 對齁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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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